召瞄立地检提当选无效之诉 事隔不到一天 中农景汉律师 及当时竞选大湖乡长的傅松林 陪同夏召开记者会反击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 竟然可以扯到 变当选无效的案件 而且在电视各大媒体 今天的报纸 我看很多都是头版 苗栗地检20号下午 贞杰苗栗手综涉嫌四合一 现金汇选案 起诉中农景在大湖乡的 联合竞选主委及两名庄角 中农景自认问心无愧 这个可能是 加拿入手 也没有运气的办法 在建厂官司 我已经建厂的信心 因为我们认为 几十年前会产生冤状 今年已经临国111年 傅松林出面说 当初大湖联合竞选总部 由他全权负责成立 并委任陈姓男子担任主委 而中农景和陈姓主委 在选举期间 并无实际往来 总部成立那一天 去那边拜拜 事后也没有去过那天 当然 拜拜那一天 有碰过这个陈主委 事后也应该 也没有联系 等一下 不太方便 九合一选举 中农景夺下 十二万四千多票 落选的民进党徐定真 也被问到此事 建议我要提字数 那这个部分 我想我还是跟 我的律师团研究之后 再做定夺 检方认为 多数法院认为 当选人若对亲友竞选团队成员之会选行为 有共同参与受益或同意 均属于当选人共同汇选行为 中农景上任在籍 如今遭苗减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也为苗栗政坛投下震撼蛋 三连行为王子宇 黄梦珍SG小组苗栗报道 大家午安 我是王举金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哇 大家刚刚看到这个画面 中农景是拿出西瓜刀来做切割了吗 各县市首长 再过四天就要就职了 但是中农景呢 现在被苗减提当选无效之数 为什么呢 因为查出中农景的大湖湘境总组委 居然说以每个人 一千块钱到两千块的价格 来帮中农景买票 中农景大湖拿下四千多票 那你算一半有买好了 也可能花了两百万元 不过中农景在上午开记者会说什么 说这个是司法迫害 还说自己不太认识这个境总组委 没有实际接触 没有实际往来 有可能境总组委 你才没实际 但至少换来朱一伦的声援说 我们一起来对抗司法不公 难够意外也促成了和解的第一步吗 好 但是大家说 怎么涉嫌会选的啦 贪污的啦 现在都能选上 未来的台湾会是怎么样一个台湾呢 北极站在今天呢 在密选了三名高宏安的女助理 其中一个人呢 选了民众党的党代表 报名费三千块钱 居然是从公积金里面出的 不就又是通党库的最好证明吗 高宏安呢 现在前前后后还有三十个助理哦 所以看起来还有得调查 不过灭证呢 现在已经在高宏安办公室实际发生了吗 因为检调掌握呢 相关很多的证据都已经被销毁了 还好哦 真的是靠小兔呢 私下扫描的自保单据 这个案情呢 才可以到现在有所突破 那包括陈焕宇呢 等等干部哦 也公出了到今年十月 周刊爆料之前 他还有在回缴公积金哦 所以检调可以说是掌握下一个 最大的突破点 可能就在陈焕宇身上了 那郭台铭呢 现在最近一句 这个妈妈要打BNT的次世代疫苗 打不到引发了轩然大波 到底郭董呢 是真的要选2024吗 还是只是欠BNT一个人情 希望蔡政府赶快来帮忙倒沙缸 好 但是因为郭台铭这番话嘛 莱茵倒是见缝插针 又逮到机会了 开始跟着大作文章 包括赖世保啊 郑立文啊 就炮轰说 蔡政府你应该要反省 但到底政府要反省些什么呢 台湾莫德纳次世代 还有400万计没有人打 那万一又买了BNT的次世代 也是没人打 那莱茵这个时候 是不是又有理由说 政府在浪费钱 这样的打法一石多鸟 想骂 真的什么都可以讲哦 好 你看看现在中国 现在爆发了抢药槽 包括70块钱的这个退销药 居然飙到2万块钱 但是中国人呢 却被规定说 只能打国产疫苗 其实中国才真正是 最需要BNT的地方吧 好 没有想到现在中国疫情的大爆发呢 台湾这边很奇怪 吹起了一股虫草疫苗之乱的歪风 难道要继续用黑防疫 拿下2024吗 中共二十大期间呢 其实北京呢 怎么是为了选举 只能不断的抹黑下去 让台湾人民失去信心吗 今天节目上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中天 问黄昂哥 举今好 大家好 桃圆市议员当选人于北辰 举今好 大家好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静怡 举今好 大家午安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当选人张委员 举今好 大家好 律师黄定 朱晴 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 真的在四天 这些县市首长就要就职了 但是呢 就在这个时刻 好 中东景呢 被描剪说当选无教之术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进总组委 买票耶 那中东景说什么呢 这个进总组委 我没啥事实在 我不太认识 过去关系这么样的绵密 现在出事了 难道就不认识吗 我们请教黄哥 其实中东景这一套说辞 过去在 这个会选的官司里面呢 其实常常被这个 被告的嫌疑人 拿来当作脱罪之用 那过去的确是有效 也就是说 他们的说辞通常是这样 这个假设这个 于北辰是我的某个竞选主委 那于北辰自己出钱帮我买的 他很热心 他就很希望我当选 检察官从哪回忆 你是看到鬼 天底下没有这么无聊的人 就是我自己去支持某人 然后我自己掏腰包 出钱去帮他买票 他当选我又没什么好处 你告诉我实在 我要帮你买 对啊 他就算有公积金 他也不会分我一半 所以后来 这个法院的判例里面 大概基本上对于这种说辞 他都不予才信 就基本上只要 有人拿钱帮你买票 检察官或法官 他在他的主观意识上会认为说 这个跟你应该是有关联的 除非你能够真的完全证明说 这个人跟我无关 他真的就是钱太多 喜欢帮人家买票 他觉得买票很有成就感 但是我想这种人 大概在地球上应该是非常少数 以这个案例来讲 中东景跟这个大胡乡长 这个傅宋林今天讲的 好像说这个我们都不认识这个人 第一个 你们不认识这个人 请你把这些话留着去跟法官说 因为现在检察官已经起诉了 留着去跟法官说 你看法官相不相信 你不认识你的大胡乡的竞选主任委员 他不是某一个村的竞选主任委员 他是一个乡的竞选主任委员 你不可能不认识 以中东景这么多年来 在苗栗的地方进行 你又当议长 又是国民党主委 他不可能不认识 大胡乡的竞选主任委员 那你说有没有通联记录 有没有通过话 有些事情不用你当事人出面吧 有些事情旁边人出面处理就可以 为什么一定要 而且候选人选举的时候很忙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案子送钱的人承认了 收钱的人也承认了 那请问你要凹什么 而且他摆明买票 就是一次买四张 从县长到县 一次买五张 县长到县长 两位乡民代表 跟一位村长 就一次五张票这样买 因为自从我们 这个地方选举 改成这个九合一之后 基本上现在来买票 大概都是采取这种 一条边市的作业 就是反正我就是包套的 就是套票的概念 我一次就买三张或买四张 所以收钱的人承认 送钱的人你就算不承认 但检察官有查到证据 所以他才敢起诉 因为会选买票是刑事罪 那当选无效之处是民事罪 刑事罪检察官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 他是不敢起诉你的 因为将来可能会判无罪 再来你说苗栗 你要跟我讲没有买票 说实在我自己是苗栗人 我从小在苗栗 每次选举都看到有人在买票 每一次喔 每一次无一例外 而且我跟你讲 我小时候我讲我的经验 在某一次省议员的选举前 就有一个候选人的调花咖 跑到我们家客厅 他就用客家话问问说 你们家几个人 家里长辈回来 说我们九个人 就拿了2700块 当时一票是300块 而且当时的100块不是红色 它是绿色的钞票 每一次选举都有人买票 只是有没有被抓到 那中东警这次 我不敢讲说 他是第一个被起诉的县长当选 但是他应该算是最早被起诉 因为还没就职就被起诉了 因为12月25号才就职 他还没就职就被起诉 然后这个官司 因为选拔法有规定 当选无效之诉 他每一省是半年内要宣判 选拔法当时的规定是有他用 因为你拖个四年 他任期都做完了 你判他当选无效干嘛 所以而且这是二省定验 所以如果说假设昨天起诉的话 昨天是12月20号 也就是在明年的12月20号之前 这个官司一定会有一个结论 而且通常过去这种官司 我们的经验法则告诉我 一省如果判当选无效的话 通常二省大概就是当选无效了 所以一年之内 我们就知道苗栗县长是不是需要补选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 其实可以很快 因为到台中高分院就定验了 这个案子可以很快 那我也希望到法院之后呢 因为这个攸关到苗栗县民的权益 你应该也攸关中东警的权益 如果他无辜你还他清白 应该尽快让这个案子 虽然选拔法规定是一个省级是半年 但是如果能快能加快的话 我认为最好两三个月之内一省就结束 然后接着马上进入二省 让这个事情早点定案 也让苗栗地方的整个宪政可以恢复稳定 所以可能跟高分院这个时间差不多差不多 好不好意思 这个社民党的台北市员苗栗县又来到我们的现场 阿苗 我们要请教阿苗 因为中东警现在呛吓说 司法为政治服务 又把这个话题又说是民进党司法追杀什么的 那你是社民党你怎么看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记不记中东警那个时候 竞选期间还说有签署清联参政联署书 难道自打联还自打两次吗 中东警来签署清联参政联署书 或者说中东警反黑道 这本身就是黑色幽默的行为 我记得他在竞选期间还自比什么曼德拉 我真的是觉得这都是非常荒谬的 非常荒谬可笑 其实说实在来我们身为法律人 我真的要为这次的检察官来讲点话 大家在选后看到很多新闻 查会难道只有查一个颜色吗 没有嘛 今天有新的这个绿营的民进党的议员 社会然后交保的相关的都有啊 并没有说只为特定哪个政党服务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中东警这个回应 其实就是在修路这个苗栗地检署的检察官嘛 他就是在不只是暗示了 他是明示说你们都是有政治目的才会来查我啦 你们都是为现在的执政党来服务啦 但是我要说台湾的司法过去有没有黑历史 司法为政治服务的黑历史 有啊 在戒严时期 在这个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之下 当时的司法确实是为政治服务 没错 也让很多的台湾人留下了一个印象 就是说司法都是为政治服务 会受到政治力的影响啊 对不对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有权判生没权判死 对不对 当选过关落选被关 这些都是存在于台湾民间记忆里面的这些话 不过我要讲这包括像我跟我同辈的很多的以前的同学 现在都在当检察官当法官 其实以我们这辈年轻的法律人来说 没有在为你什么政治服务 你在政党服务什么的啦 其实基本上你看到这几年来查办的选举案件 不管是被起诉的也好 或是判有罪的也好 或是说盗用助理费的这些案件也好 都是跨党派的啊 没有在指办什么颜色 今天周东景讲这个话 我觉得是相当不尊重司法的一个行为 他大可以讲什么 他可以讲我的条话卡没有汇权啊 他的这些 他找了这些人出来解释的时候 他们大可以讲 完全没有交付任何一毛钱啊 他敢不敢讲 因为现在就抓到 我只能说我不认识他 我怎么说他没有给钱 他就是有给钱嘛 对那既然给钱是事实 为什么司法不能查 我就问一句话 今天如果说 司法绝对不能查选举案件 选前查你说影响选举 选后查 你当选了你说输不起 那我请问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只要你当选 就算会选都不能办 这一类案件就是不能查 民主法治国家有这种道理吗 你今天如果是真的有交钱的话 不管是选前或选后 不就是应该要特别查办到底吗 尤其是这种会选 他已经不是涉及说 在选举期间 我们经常会做政治攻防 有人说你意图使人不当选 你讲这些谣言 会选是更为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中通警这个回应 完全呈现了说 他在政治上的格调 是没有资格来符合他的职位的 当然苗栗的宪民选择了他 我们尊重这个选举结果 但是我也请所有的候选人 尤其是已经当选的候选人 你也要尊重司法 你不能说司法来查你的不法案件 就等于是在不尊重选民 像我这样 比如说我选议员我连任了 如果我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难道我要跳出来讲 你们司法来查我 就是不尊重司法吗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价值观 都已经随着像中东警这一类人的 政治性发言被扭曲了 其实检察官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依法办案 证据到哪里就办到哪里 该提当选无效之处 就提当选无效之处 我们应该要为这个检察官的案战来鼓掌 这就是证明台湾的司法 是独立于政治力之外 因为他面对中东警这个 过去拿西瓜刀给人开膛颇度 这样子一个黑道背景的 这样的一个县长当选人 这个检察官没有矮的身子 他没有去说既然他当选了 我就把这个证据收到抽屉里面不查 他照样去查下来 只要有抓到真平时序有会选 只要有抓到彼此之间有这个翻译联络 有指示有知情的 本来就该提当选无效之处 这个不要把他随意的犯政治化 不要把他随意的贬低为是政治上的追杀 尤其是朱立伦讲这个 朱立伦请问你了解案情吗 你敢为中东警担保他的阵营绝对没有交钱吗 你敢不敢 没有啊朱立伦选前切得比谁都还凶 现在是说我们要团结一致 所以像朱立伦这种才是屈言覆试 你看到人家当选了 你就想怎样 你就想要把他报回国民党来 你总算我们来回来 国民党县市首长又加一 然后你现在被起诉了之后 他完全没有去理解这案情是什么 直接为他作背书 直接说这就是政治追杀 我认为以朱立伦这样子做法 他才是赤裸裸的在做政治操作 他想要意图把这个东西塑造成一个政治案件 不过我想时代在进步 选民的智慧也已经比以前更高 司法也是比以前更独立 这些司法案件还是呼吁朱立伦你要尊重司法 好所以对朱立伦来讲 这算不算确定的感觉 我们要请教一下律师 因为你看朱立伦现在又说我们团结一致 对抗司法不公 周东景你如果听到会不会觉得怪怪 你选前不是也拿出西瓜刀来跟我切吗 现在怎么看我当选之后就说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怎么样 但重点来了 我相信很多偏蓝的人一定会说 你看苗减就是不公平 你看当选剩四天 就职剩四天了 你这样操作一定会有这样的说法 我想政治操作在这一波大可不必 我觉得应该要去看苗减过去的习惯 我觉得应该要肯定或支持苗减 苗减其实不是第一次提当选无效之数 上次提当选无效之数是针对当时国民党的立委李以廷 因为他也是涉及会选 那这个涉及会选他其实创下一个先例 李以廷他是刑事没有责任 他刑事没有责任 当选无效之数是因为他的法律要件比较宽 他包括说你的亲友你的干部 只要他不违背你的本意去买票 他影响了选举的公平性 他就可以判当选无效之数 李以廷是什么时候判下来 马政府时代判当选无效确定 难道马政府也是介入私房吗 不能这样子讲 这跟谁执政没有关系 苗立立检署在那边判断一致 中东警到目前为止 他的刑案的部分没有被检察官追究 因为是他竞选总部主委 是因为下面的干部 但是因为这些主委应该是主要的干部 这些人去帮你买票 这个在苗立立检署过去的这个案例里面 李以廷他是说不违反你的本意 你去买票你就影响了选举的公平性 所以用过去的标准 对李以廷提当选无效之数 而且马政府时代 高院也判决 确定李以廷当选无效 立即解职 这一次用同样的标准 对于说你这一次中东警选举期间 你的竞选总部主委涉及的买票 一千块两千块给选民 当然影响选举的公平性 过去有这样的标准是你的亲友或干部 只要不违反你的本意去买票 那就应该提起当选无效之数 李以廷案例就是这样 所以现阶段同样的标准 对中东警说你不应该做 影响选举公平性的事情 完全是符合过去的这个标准 执法本来就是不应该有差别待遇 过去如果你现在你这次对中东警不提 李以廷会怎么想 同样的情况为什么 当时只对我提当选无效 所以一致的标准 瞄减在这边做到了 他做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朱立伦我认为他也不看过去的判决怎么样 他就跳下来做政治上的操作 完全不负责任 应该要尊重整个司法机关 提起当选无效之数 后面是法院审理 竞选总部主委 花一千块两千块去买票 这件事使这些人行为人 也被检察官用会选提起公诉 那这个有刑事责任 中东警目前没有刑事责任 但是他在法律要件上面 他这个买票行为不违反他的本意 不管是亲友或干部 同样的当选无效之数 未来也会到法院去审理 尊重司法 而不是说现在朱立伦喊话 好像让法官不敢判 去影响干预司法 这才是干预司法 你在帮这边当检察官戴上帽子 你是干预后面的审判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 回归到过去的判决 判决在苗栗地检署 已经有提过这个李以廷的案子 一审二审 其实我发现很多 我们在打选举诉讼都会引用 因为那个时候的标准是很特别的 我说很特别是什么 一般来讲都是买票的人 会一起被提当选无效 他的情况是买票他不构成会选 他刑事没有责任 但是因为他的干部在做这些事情 不违反他的本意 而被判当选无效 因为影响选举公平性 这一个判决下来之后 很多人在引用 现阶段的苗栗地检署 依照过去同样的标准 法院树立的标准 在进行中东警的法律责任追究的时候 不要去用政治去干预 苗栗地检署的做法 不要用政治去干预未来法官的审判 我觉得朱立伦做了不好的示范 所以苗栏看起来判的是蛮公正的 但是你看维远 朱立伦这番说法 说我们要团结一次对抗不法不公 这个是对中东警喊话 那意思是说朱立伦现在要挺会选吗 我相信 基本上所有的政治人物 他只要选后或在选举期间 被所谓司法的起诉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喊对司法不公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每个人的起手势 所以这变成口号就对了 我举个例子 过去到现在 所有类似会选的案件 或是被司法侦查案件 每个人真正的人物都喊对司法不公 这是他的权益 他可以这样诉求 可以向他选民诉求 但最后的结果 有哪一次结果 说真的被判有罪挑出来说 司法迫害 然后这样引起所有全民的公愤 说没错就是司法不公 好像没有这样的例子嘛 所以的确回到司法本身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尊重司法本身的专业 因为他有个司法独立性在 那的确朱院主席在他脸书上 针对所谓的这个苗栗县 以及新竹市 都有这样子一个深远的动作 那当然是身为在意党 他们当然是对于 这希望扩大 我们自己的朋友圈 但老实讲 我觉得两个案子本质不同 这个新竹市问题是 刚还他的助理费的事情 那证据我觉得现在相对蛮明确的 那现在回到中东景这部分 他的确刚开始这样子 然后他是一个大胡乡的陈进主委 那当然这个就实务上来说 就是主要是候选人本身亲属 以及他扶选团队 只要有不违背本人的意思 然后去做买票行为 基本上在现在实务判决里面 都是被视为这个会选的行为这样子 那接下来当然是要查说 中东景到底有没有指使 或者是这个庄角跟他讲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 他有没有不置可否 我觉得这是接下来要查 所以你说现在这个阶段 你去判中东景有罪无罪 我觉得是交给司法 最近的意思你是觉得 高宏安有罪 你们现在要跟他做切割 中东景这边是无罪 因为还不晓得说 他下面的人去送钱 他知不知道是不是 没有 但我觉得也不是 也不知道跟中东景切割与否不切割 因为老实讲 选前的时候的确是党中央 对于中东景进行的切割不提名他 那选后之后 他想回国民党也打诉 我们就交给司法审判就好 那我会觉得党中 不用在这个时候 特别去送温暖给中东景 因为我是中东景本人会觉得说 你在干什么 他选钱 我还不知道有没有选上 你不听我 选上之后你还跑过来跟我示好 这其实中东景本身他也会觉得说 你这个朱立伦你在做什么事情 但我觉得这个基本的 我觉得他只是po文 这样子宋冷到底对中东景 有没有实质的这个心理上的支持 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 但回到中东景这个案子 我觉得还是要看整个司法 他侦查的一个过程 那目前看来他是个大胡将 他是他的后援会的主委 看起来关系是蛮密切的啦 但即便关系这么密切 我觉得还是要交给司法去审判 去调查一下是否不违背他本意 好所以刚刚听委员的话感觉起来 国民党好像要把中东景挽回来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所以宋东景现在可能会当选无效 不过朱立伦现在说什么呢 朱立伦现在伸援中东景 我们要请教将军 这个意思是朱立伦踏出了和解的第一步吗 不用踏出和解的第一步 已经和解了是不是 朱立伦是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他怎么样都获利 真的啊 因为中东景的事情对朱立伦来讲 本来是一个很难去妥善处理 你事好变软弱 你不事好那就把票赶走 但这次这个事情朱立伦捡到了 他怎么做都不会输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大家想想看 今天中东景他不是透过民事诉讼 说是什么买票什么不是哦 是当选无效之诉哦 当选无效之诉如果成功了 那不是徐定真补上来 要重选耶 那主经你想想看 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 中东景被当选无效了 重选谁会赢 国民党啊 国民党派个西瓜都赢 这不骗你了 派个西瓜都赢 所以只会赢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没有成 哇 中东景马上感受到了 朱立伦对他的这种温暖 血中送判真君子啊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输 另外我讲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很多人就还骂 说你看啊 这个司法是为政治服务啊 徐晓星还讲什么 他说这个民进党就是啊 司法检掉媒体 三餐轮流问候 这真的是 我觉得是 我们用正常的思维理责 来判断一下 这件事情出了事 最伤的是谁 是民进党 我说实话 我是五党籍的 我不用帮谁 这件事情出来 最伤是民进党 不管怎么样都伤到民进党 你怎么查都说 因为他执政嘛 就联想到林安的民进党 获利的是谁 获利的就是朱立伦 朱立伦是最大的获利者 他选前阻止中东景 后来中东景选上了 本来是个烫手三欲 怎么办啊 人家要打官司 打行政诉讼 他要回国民党 如果赢了你朱立伦 就被打脸 你主席怎么干下去 还想要瞧 现在连瞧都不用瞧 脸瞧 现在只要放出温暖的声援 跟这个 我只是对民进党不满 他并没有证明 中东景不是黑道 他只是对民进党不满 那这个就化解了所有的恩怨 所以说朱立伦只赚不赔 一定赚 他未来如果中东景 渡过这个难关 他对朱立伦说 我们可以放弃前面的事 为什么 你曾经伤害过 可是你给我的温暖 我可以放弃所有前面的干戈 所以朱立伦就得了便宜还卖乖 然后所有人在打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不管如何伤到的是民进党 真的伤到的是民进党 因为但是我确定了一件事 检调不是为任何政党服务的 如果检调是为了民进党而好 这件事情他一定不会查 这怎么查对民进党都不利 我们政治看明白 看清楚的人 如果检调是帮执政党服务 不要查 这个事不要查 或者总统选完再说 你这个时候不要查 这查就是伤到了执政党 所以这检调表示 没有帮谁服务 有一分证据办一分事 这个事情如果没有证据 苗简敢这样做吗 这知识体大 这知识非常的严重 所以我说那些要操作说 政党控制司法 政治凌驾司法 政治让检调来做任何的服务 我觉得这些人居心叵测 因为明白人一想就知道 这个事情一查 对执政党极为不利 但朱宇伦这样子要回收中东警的话 不是代表说排黑不就排假的吗 我们就要进委员 因为包括县市议长 现在不知道争夺在 25号 国民长下军令说 跑票的人最重要开除党籍 所以一直说 我不是要排黑 我是要排跑票的人 你们各个都不能跑票 可是他开始五党籍也没用 因为反正五党籍的 他用五党籍的 他还是支持 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对啊 因为其实国民党很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在地方都知道 就是说 他可能以前是国民党的 那既然说 像接下来排黑条款 对不对 大家在讲排黑 那没关系 他就用五党籍 那五党籍之后 朱宇伦要把它挽回回去 我刚刚其实在讲 朱宇伦在对中东警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心里面一直想到一个名字 可是又想不太起来 我还要Google一下 叫谢福宏 你都忘记国民党派出谁来选的吗 那帝宇你不用难过 连国民党的人自己都忘记了 对 朱宇伦主席 你自己当初说 你要坚持一个好的候选人 所以你提名了谢福宏 对 结果你现在 如果是当选无效之数 当选无效之数 下一个可能当选的 不就是谢福宏吗 因为他可以去选 你自己党提名的候选人选输了 当选无效之数理论上 你不是应该很高兴说 你看就是会选 才害我谢福宏输了 结果你现在还讲这种话 那我真的觉得谢福宏好可怜 就跟您更人一样 完全就是被国民党当成是一个 我需要用的时候 就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 不该用的时候就丢掉 别人赢了就好 那其实我们现在看议长副议长选举 其实一开始讲到黑道这个议题 是国民党开始讲 那后来我们发现想一想 我必须说 想一想发现对耶 我们为什么不要大刀阔斧 处理这件事情 既然我们从地方都知道 很多地方的这些 有名有头有脸的政治人物 背后都有非常多 你担任政治党公职人物来讲 都是很有问题的案底 那我们就来彻底的把它弄干净 那周一伦主席也在 对外就讲说 那民进党打假球 我们做的比较干净 我就再一次强调 民进党在上上礼拜 中场会就说 接下来的议长 副议长选举 民进党的议员不可以投给 有我们讲的黑金 枪毒背景的候选人 这件事情民进党非常确定 会这么做 那我们看一下国民党 国民党现在做起来 包含我们比较清楚的新竹市 新竹市的许修睿 应该是我们的议长 议长候选人 他是四海帮海风上堂主 他改过两次名字 又让人家找不到 他的案底是 妨碍自由废弃物清理 废弃物清理法的强制罪 妨碍自由罪难道是 一个议长有妨碍自由罪 这个件事很合理吗 很干净吗 很好吗 再来 这边是花莲县 花莲县之前是张俊议长 那现在追议人就说好 那我们换这个 吴东升议长 吴东升议长他更夸张 他是杀人未遂 曾经判刑五年两个月 议长 那所以你看他就会去恐吓别人 就跟他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牵涉到地方利益的时候 请问一下你面对一个 有杀人罪嫌的议长 跟你说来哦 这一件事情我桥定了 你不要给我乱动 议员你不要咨询我 请问一下议员会不会瑟瑟发抖 我会怕 议员会不会害怕 尤其是讲说小党或少数的议员 他会不会面对这个议长 他会不会感到恐惧 甚至不要讲议长了啦 地方的行政单位 行政承办人员 议长一句话下去 你敢不敢真的处理这件事 你敢不敢违背议长的议员吗 可是昨天的主席要求 要求所有国民党的议员 要投给他 算了啦 你还是换贪污的上来好了 毕竟他会杀人 不是啊 两个都一样惨 你就是在党中时都会杀人未遂的 我们南投比较不好意思 南投议长跟副议长都有案底 南投的议长跟副议长都有案底 包含我们的议长 他是涉恐吓汽车纵火的 这两个案子介入农会选举 农会选举一样是钱啦 一样是资源啦 副议长的部分一样暴力介入 这几个都是我们现在朱立伦主席 要求南投现议会的国民党籍议员 要投的议长副议长 我必须说 我们非常有信心 这几位都会当选 也不止这里 包含这个是我们的桃园市的 议长提名人邱益胜 他这次本来要选市 他本来要选市长嘛 后来因为认为可能到时候被刨太多根出来 可能会有问题 他不敢选嘛 好 那邱益胜这一次他之前是赌博罪 然后他自己变成说是40年前 我们讲黑金枪毒嘛 对 再来 这个是我们的桃园市的议长提名人 他是这个李小中 这也很资深啦 他会选有记录 那会选记录 我们现在以民进党包含我们很多委员都有提的 这个相关的修法案 我们都特别要求了 如果是会选 他不应该再继续参选 不然他会选这样的记录 他都已经有会选记录 你还让他继续参选怎么合理 这个是云宁县 议长候选人 他呢 一样他绰号黑龙 他曾经跟张荣卫有吵架开枪来介入 这个农会的选举的案件 再来这个是高雄市议会 国民党要提名的议长 曾立彥 他设领诈助理费1330万 所以本来这一次 他在议员提名的时候 国民党是没有要提他 后来还是 后来还用五党籍提 五党籍去参选 他还不是一样 然后照常当选 其实我必须说 之前我们在讲 要去做我们的这些党 就所谓各个公职候选人提名的时候 很多的委员也提过说 其实理论上来讲 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不会喜欢自己的女儿跟黑道结婚 你不会喜欢自己家里面 或你的工厂是一个黑道背景 或黑金枪毒背景 可是你怎么会喜欢 你的议长副议长是黑金枪毒背景 你怎么会支持你的议员 或者甚至市长是黑金枪毒背景 可是问题是说 当我们整个结构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办法让民众免于恐惧的时候 那只好去修法 让他们可以有更干净的选举背景 我再次强调 议长副议长是左右了每一个议会 省什么预算 要不要做什么事情 当预算过程中有冲突的时候 他可以来裁量 他可以来协商 甚至他有很大的权利 可以把相关这个政府的 他们县市政府的这些承办人员 叫到办公室来 要求某个案子 你要配合我 你要听我的 他们有这种黑金枪毒 甚至杀过人的背景 我这样讲 不只是议员会害怕 各县市承办人员 我都替他们感到害怕 问题是朱立伦主席 你现在的态度就是要你的 所有国民党籍的县市 县市议员候选人 投给这些人 你根本就是玩假的 你才是真正的所谓 排除黑金枪毒 你玩假的 好 我们要请教晃哥 因为朱立伦口口声声说 这个国民党排黑 比民进党更严格 但你刚刚看那张表格 一大堆都行贿的 一大堆都杀人的 黑金的 国民党现在说 跑票的人就要开除党籍 所以一定要投给这些人 那朱立伦根本就是 我只要赢就好了吗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的干部们 我不晓得是因为先天脑容量有限 所以他们讲话都喜欢讲一半 国民党排合比民进党更严格没有 后面有一段没有讲 可是我们有时效性 就是我们有保鲜期 过了在这之前都叫更生人 还是更生人不算 曼德拉也不算 对 有黑金暴力前客人当议长什么样子 你去问原来时代力量的 苗栗现议员曾文学 他上一届 应该是这一届 因为他们12月25日 他这一届当议员的时候 议长就是中东姐 你看他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中东警是如何的霸气外露 让很多新进的议员 根本连问都不敢问 那我再讲一件事 有一个人叫郑太吉 这可能年轻的观众朋友大概就不认识了 郑太吉以前当屏东县委会议长的时候 他一句名言叫什么 高频戏男杀人无罪 他当议长的时候 只要底下议员 因为议员总是会有其他政党的人 议员有其他不同意见的时候 议长就会说休息 某某来一掌事我们协商一下 通常协商完之后会有两种结果 一个是议员回来就再也不反对了 一个是这个议员就在议会消失了 那去哪里 可能隔几天之后才会回来 后来郑太吉因为杀人 就也被枪决掉了 这个就是活生生血淋淋 发生过去在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故事 可是到今天已经2022年了 我们还要纵容这种现象不断的在发生吗 郑太吉伏法到现在已经20年了 可是20年后我们事情还要再重演一遍吗 所以国民党不要打假球好不好 用五党籍你们就不管了 那请问他用五党籍参选议长 你们国民党在那个议会都没有议员吗 你们为什么不找个人出来跟他选 正面对决嘛 你用放水的方式再打假球 然后放纵这些黑金议长继续连任 因为他们势力太大了啊 我们也不担不担 然后你国民党朱立委员道德标准 你看你看我们排黑金哦 你看哦 然后没事还可以再骂一下民进党 请问那五党籍是谁啊 那是谁放水的 以国民党在全国22个县市地方议会的实力 只要国民党想要拿议长 几乎十拿九稳 你为什么不做 放水打假球嘛 然后用黑金用黑道治国来谴责民进党 再做政治操作做政治消费嘛 我觉得朱立伦你今天帮中东你讲说 我们一起对抗司法破坏很好 你要做你的政治操作 但是请你要有相对的责任 很简单 将中东你将如果判当选无效 朱立伦你要不要道歉 我不要求你请职啦 你道歉嘛 说啊对不起我当时真的讲的错了 同样道理 高宏安如果被判刑 你们现在所有声援过高宏安的国民党政治人物 要不要出来道歉 比照办理嘛 都还没有判刑 高宏安甚至连起诉都还没起诉 你都说这个叫司法破坏 这个叫民进党秋后算账 那如果高宏安最后不起诉呢 那请问那算什么 对 那你国民党会出来道个歉吗 不会 他到时候你看民进党放水 何必这样子呢 今天台湾的司法制度 过去的确很多人对司法是没有信心的 过去在党国教育体制下的司法人员 的确让人不具信心 可是你别忘了 尤其现在是地检署 现在地检署在第一线执勤的检察官 几乎都是在解研之后才毕业的 甚至有些可能是解研之后才出身的 他们已经没有那种党国教育的思想 他们纯粹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法律人 结果这些政治人物 这些政党 不断的用政治语言在羞辱这些 你知道钟中景怎么骂那个起诉的检察官 他说这检察官是神经病 还好因为现在有公诉制度 这个检察官将来立庭的时候不会遇到钟中景 要不然我是很期待看到两个人在法庭上对决一下 将来立庭是公诉检察官 可是你可以这样子羞辱检察官 你可以对他起诉的事实 你可以提出反驳 那是你的权利 可是你用羞辱是说人家是神经病 那接下来是怎样 接下来是要西瓜刀伺候了吗 检察官我觉得要申请一下保护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去伤害 现在我们人民好不容易建立起来 对司法一点点信心 而且再过几天明年开始 我们的国民法官制就要上路了 那到时候你们还可以继续羞辱司法吗 那如果是国民法官审判的结果呢 那你们继续再羞辱司法 再让说继续说民进党操控司法吗 所以我觉得面对司法 大家谦卑一点 就用证据来说话就好 但是国民党现在还来得及 12月25号才选政府议长 请你们不要打假球 花莲的啦 南投的啦 桃源的啦 桃源因为邱医生是你们党员 那没办法那你如果要支持他 我也没意见 反正那个你们的更生 你们的排黑金是有保鲜期的 就是有时效性的嘛 那如果你们继续这样打假球下去 以后就不要让我听到 国民党有人在骂民进党 什么黑道治国 什么黑金体制 因为最黑的就你们中国国民党 好不过国民党真的能够不打假球吗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我们来看北极站在今天又有新的动作了 就是密讯了高宏安的三个女助理 要来厘清有没有低薪高报 真的有查到什么东西吗 我们带你快来看 即将辞去立委身份的高宏安 立法院办公室外 立委名牌早已悄悄卸下 记者前往敲门 办公室内没有回应 虽然里头有人 也没有前来一门 立法院人事室韩文曝光 高宏安12月13号提出辞职书 25号将正式辞去 民众党不分区立委职务 几天后即将卸任 两台搬家公司的车就停在中心大楼外 直见搬家公司人员忙进忙出 是否协助清空高宏安办公室 搬家公司不愿证实 但高宏安助理费争议 还是持续延收 上周检调大动作搜索约谈高宏安 税后裁定60万元交保后船 并列贪污案被告 不过诸多疑点要厘清 先前检调查扣现任行政主任 黄林汇电脑 发现电子档案遭到删除 已经遭检调还原 并扣留作帐用的电脑硬碟 比对就像是这样一张又一张 前行政主任小兔扫描的收据资料 才让案件出现破扣 而调查局北极站 要追助理薪资有无低薪高报 也以证人身份 约谈前任和现任三位助理 密选当中 随着更多资料和证人现身 高宏安风暴持续扩大 蔡理选刘安静 林凯军 马月管SY小组台北报道 好 这几天可能天气比较冷 这个风比较大 所以保护伞还是要赶快撑好撑满 我们要请教律师 因为北极站这边也是有动作了 什么样的动作呢 他们说从19号开始 就一个一个打电话通知 请三名县前任的女助理 在今天早上九点半的时候 抵达北极站 要来查什么呢 相信查到了相关的证据跟资料 好 里面就说 包括了小兔的扫描副本 现在检调已经掌握了 而且掌握高办内部 只有主任副主任等等 被挑选的干部 才需要回捐部分助理费到公积金 基层助理不用回捐 但是这个三名助理被约谈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代表说他可能在巩固证词 也就是说这三名助理可能不是一开始 大家媒体知道的那些助理 所以他从媒体知道的助理先巩固证词 包括小兔主任跟那个时候的副主任 巩固第一波证词之后 后面扩大约谈 同步六个人都到隔离证讯 到现在后 等于是后面还在搜的是 目前查扣到的资料 我要讲搜索扣押 它只是一步动作 后面的电脑的还原 跟障策的明细的比对是重要的 比对完之后一定有一些事情没有厘清 譬如说有被登记在 这个公积金上面明细的助理 那这个助理可能在过去可能没有约谈过 我要请他来问 问说这个金额 到底你实际拿到的薪水是多少 对证是不是 对 那对完之后 他可能还会要他出示相关的银行邮局资料 就是说你要汇款的记录 那这个记录就会拿来做比对 那如果他没有办法提出 当然跟银行检察官的办案习惯 向金融机构去寒寻也常见 那这三个助理 目前现阶段进到北极组 他只是初步在做这样的一个比对或询问 后面如果要把他巩固证词 理论上还要移到北检去复训 因为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他要在检察官面前做证人拒绝 他才会有产生这样的一个证据能力 在北极组的问案的部分 只是先把他的初步的这些问题先厘清 那我要上次讲是说 因为我们前面都在讨论的是 2020年的这个小兔的账本 现阶段有可能扩大助理的范围 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助理来来回回 可能二三十个人 那不是说每个助理都会上缴 但是上缴的名单 可能不是只有我们看到的 2020年的小兔那一个部分 他后面2021、2022 周刊还帮他估了说 这样子的诈领助理费 从2020可能涉及到的60万 已经上升到接近200万 他估200万 所以整个金额上面 后面的助理 我想陆陆续续 应该是一波波的约谈 要巩固他们的证词 尤其是说 应该这样说 如果后面来的助理的证词 跟前面的都不笼的时候 那就会升高 这个案子 有没有强制处分的必要性 也就是说 目前高宏安的讲法 都还是一致的 都是助理自愿的 那助理自愿的 而且是行政主任所做 那行政主任小兔已经接近 我认为已经几乎要转悟点证人了 反过来说 就是你高宏安指示 如果后面的助理 陆陆续续来讲说 你没有上缴公积金的情况 如果开始拼凑说 大家讲说 那是跟我原面试的时候 假设跟美原面试的时候 委员讲说要缴多少比例 如果是这种情节 就不会像高宏安前面 全部推称他不知道 后面的这些证词 如果巩固之后 这个案子 因为他的金额 从60万已经上升到200万 他的贪污的范围已经变大 那这个案情的升高 当然会影响到后面检察官 如果发布第二波约谈也好 或者是第二次的 这样的一个侦察作为 是不是有发动 强制处分的可能性 我说强制处分包括生压 这个都是过去在办县市议员的 这个实务案件上面 常见的情况 那我还要特别讲的是说 为什么高宏安要压到25号 他其实交接不会交接到 就是他跟前后任的 部分区议员要交接 前后任立委 部分区立委有什么好交接的 他人都已经不在那里 这个就是保护伞撑到保 就是他撑到底 为什么要撑到底 心虚 如果我今天不用保护伞 光明正大 光明正大像他所讲 我现在不需要撑这个保护伞 我不怕你剪掉 我就不需要撑到底 因为这段期间其实就是 一来浪费人民的纳税血汗钱 一浪费 我说就来讲 他没有 他根本没有办法去执行 他国会议员该有的职务 那你就浪费人民血汗钱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代表你一定心虚的 我要躲在这个保护伞下面 会期期间 检察官就算约谈我也不能逮捕我 不能生压 我就拿这个党到底 法律上的障碍把它用到底 这代表他的心虚 因为他这段期间根本没有可能执行立委的职务 好 所以干嘛心虚呢 李中庭当时不是跟助理讲说 当立委就是要赚钱吗 你敢赚钱就不要心虚啊 但我们要请教阿苗 你看哦 现在有检掉等于是抽丝剥茧嘛 包括里面呢 500笔的这个资料 到底里面 谁拿这个钱放到公积基里面去呢 现在还爆出连党代表的钱 居然都从公积基里面查的哦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北极站呢 今天在密讯了高宏安的三名女助理 要密讯什么呢 原来发现公积基里面 怎么有一个支出的三千块钱 要拿去干嘛呢 里面还有高宏安助理的名字 请教阿苗 这个人是要去选党代表的 彰化宪党代表 为什么报名费要缴三千块钱 不是自己出啊 还要公积基里面帮忙出哦 这件事情其实让大家来厘清啦 高宏安的办公室口口声声说 这个叫做公积金 但是这到底是公积金 还是委员私人的小金库 这就有很大的差别 以高宏安来讲 其实他最大的争点只有两个 第一个 你把纳粹人的血汗钱 从国库里面领出来的时候 有没有违法 你又没有故意低薪高报 然后呢 叫人家把高报的这一段 转回去你的小金库嘛 第二个就是你的小金库里面 到底是公用还是私用 因为这人家会去检验你说 当初设立这个小金库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 那刚才讲到这个呢 其实是在这个网红 四叉猫流语 他po出来 他说今天调查北基站的约谈谢姓女助理 他是第一届民众党的党代表 参选党代表的三千元报名费 是从高宏安的那个公积金里面来出的 当然下面附了这个在上班的时候做光疗 做指甲的这个图 他这个是花边 但是真正大家来看的是说 你那个所谓公积金的用途 真的是拿去报名党代表吗 结果一核对之下发现 真的还没错 在这个已经之前在媒体上流传出来 这些公积金的戏目里面 首先你第一个有看到 其中有一条三千块钱 是这个他虽然把它麻起来了 不过大家仔细看 眯眯眼看这个字 谢某 谢某秦款 就是这个助理的名字 就是符合刚才他讲的助理的名字 而在民众党的这个党代表的名单参选上面 确实三号也是有这位 谢姓两个字的这位 那另外呢 不止这个 下面还有另外一条 他直接赤裸裸的写出来 补助林某某参选党代表的登记费用 一样也是三千块钱 那你看看 有没有这个林某某呢 果然在这个党代表里面 确实参选也有这个林某某 所以你看 这个之前流出来的账目上 如果这个账目是正确 代表高宏安这一笔他所谓的公积金 是会拿去补助所谓参选党代表 那我就问 柯文哲他不是讲说办公室里面有公积金 很正常 因为有些人要买咖啡买什么的 不好算钱的时候 他就用这笔去出 请问 如果真的是公积金的话 办公室的同事会集资去给某人参选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参选是个人的事情 应该从个人里面出啊 所以如果我要选党代表的话 应该是我自己知道要包吧 对或者是说高宏安叫他出来选 那时候高宏安要帮他出 高宏安的钱就是小金库里面的钱 就是公积金的钱吧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公积金越看越像什么 越看越像委员私人的小金库嘛 他不是公积金 他是私金库啊 你看洗头啊什么买日式玩偶啊 各式各样的 然后装潢办公室也要从助理 装潢办公室也要从助理的公积金里面出 那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助理他甚至还要自费来装潢自己上班的地方 请问天底下有什么工作室这个状况 我是看不见 那现在来这个党代表的费用 其实也非常的清楚 这些人是你高宏安的信心 你要在民众党里面部署你自己的党代表的时候 你应该从哪里 你应该从你个人委员自己的钱 或者是说你们这个政党补助款分配给你 让你去从事政务这个钱 因为政党补助款每年台湾民众党每年有八千万的政党补助款 可以领四年 每年都可以领 如果你要去做这些里里口口的事情 大家不要忘记之前还爆料过 民众党秘书长谢立功请人家吃饭 也是高宏安的助理来出钱 这合理吗 一般人家来说请吃饭的时候 应该是职位大的要请小的 我是秘书长 我要请大家吃饭 你们都是助理 应该是我请你们 可是现在却反过来 秘书长去从事公务请客吃饭 却是由办公室的小助理 国会助理集资来出 这些完全就是违背常理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高宏安 他应该要面对司法 因为他从头到尾被质疑这些账目之后 他完全提不出任何的证据 他只会说这是政治的追杀 这是怎么样 民进党特要怎样 可是第一个账本 人家已经提出来了 如果是造假的账本 你应该有一本真正的账本吧 真正的账本是什么 没有 完全没有对于这些账目任何的说明 第二个用途 人家从头到尾 从洗头一直到参选党代表 历次来清清楚楚的去数出了 这些你把它变成私人金库的事情 你有没有任何诚信或说明 完全没有 也看不到你把这些钱 拿去做震荡用 给你订席 这些东西 就行